新任驻歐盟兼比利时代表曾厚人 5月初就任后马不停蹄展开拜会 30号代表处举办上任欢迎卷会 我邦交国驻歐盟大使出席场面热闹 欧洲议会友台小组及比利时国会友台小组 也分别致辞欢迎 对台湾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表示会全力协助台湾获得国际支持 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会 会在未来很重要的认识 我们的团队和美国协议 支持台湾的国际组织 因此我们深刻忽悔 台湾无法参与我们的支持 台湾无法委屈进来 今世界世界保健康康 항目标 最后人表示总统曾英文 致力促进台湾与欧盟关系 作为欧盟最前线指挥官 将带领代表处发挥最高战力 那这里真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总统最期许能够完成的 也就是这个BIA双边投资协定 那当然这个工作从两年前就开始了 那现在虽然有进展但速度并不快 那我在这边一定会尽我的力量 把我们大使馆的这个团队精神把它发挥出来 希望能够完成国内给我的使命 蔡总统曾表示若能和欧盟签订BIA 将是双方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会促进双方经贸制度化 期盼能竞速展开市值协商